北港文化中心自9月10号开始到20号的展览 是在地拼布工艺师周秀慧和他的学生所办的师生连展 满满的作品一针一线都充满用心 我们这次的展览是布梦成金 然后这次我是第七次的师生连展 然后我们这次的展览 之前的展览会比较接近比较传统的拼布 然后这次我把学员带上来比较艺术的那一个方面 就会做一层布画马赛克家人的图案 或者是心灵导师的那个部分 所以我们是把我们的拼布做成生活化这样子 学习拼布的工艺找到人生第二兴趣 跟着老师学习更艰难的裁缝技术 创造生活当中更充满意义的拼布作品 我觉得艺术它也是一种生命教育 因为这样拼拼剪剪贴贴 它是一块一块的布就一公分这样子一直贴 所以这一幅应该有一万零五百多片 那它是应用布的明亮不同程度 去呈现一个立体的图像 很高兴那个周老师给我这样的机会 来表现我的作品 那学习拼布很多年了 那会做这个作品是有特殊的意义 那就是因为在人生中有很多的课题 那吴亦松有朋友介绍我这个超级生命密码这个系统 所以呢我就请这个周老师帮忙 那我就呈现这样的作品 就是老师的法相这样子 为了宣传展览老师更结合公益活动 开放民众来做拼布漱口袋 不但非常实用 易卖做公益也可以回馈社会 以前啊这个喜家公司就每年大概都有办这个公益 有时候是手提袋 那这个的话蛮方便的可以当便当袋 或者当手提袋都可以 他通常他的这个样品 他要做出来的成品都很实用 都很适合 学生啊还是什么都可以有 我觉得这个漱口袋对初学者来说的话 确实是有一点难 那因为我学拼布的时间 并不是那么的久 但是想到可以帮助这些人 我觉得再难我们也要努力的去把它完成 在地公益需要大家的支持 丰富的作品也值得民众入场参观 给他们最好最实际的鼓励 记者庄一婷采访报道